人到中年 请把自己打扫干净古人盐 君子穷当义工 勿施封雅气度 一个很穷的人 只要穿戴整齐 也能够超凡脱俗 人到中年 喜欢把自己称呼为油腻大叔 大妈 真的不必这样 还没有到七老八十的年纪 何必变得颓废 每天 记得把自己打扫干净 一 打扫自己的房间 生活温馨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房间 是人生理想的出发地 也是每天休息的地方 山下英子说过 断舍离 就是利用收拾家里的杂物 来整理内心的废物 让人生转而开心的方法 看看吧 你的房间里 有多少可有可无的东西 占据了地方 还很碍眼 甚至变成了藏鱼纳垢的地方 多年前 我的房间里 有一个大熊玩具 一个朋友去四川旅游 特意买下 邮寄给我 可是 这个玩具 我们家里人 都用不住 并且玩具太大 任何柜子 都容不下它 因此 它只能随意摆放在屋角 慢慢变得很脏 我一咬牙 把玩具送给了邻居家的孩子 看住孩子高兴地 手舞足蹈的样子 我如释重负 更令人惊喜的是 从那以后 邻居每次见到我 都会主动打招呼 让房间里所有的东西 都用起来 如果自己家不需要 就送给需要的人 如果毫无用处的东西 就扔掉 家 变得宽敞明亮 就变得温馨了 当然 在清理房间的时候 还有拒绝买买买 别让你的清理 变成无用功 随时要记得 极简的 才是极美的 二 打扫自己的仪表 朴素高贵 张爱玲说 坐在电车上 抬头看住面前立住的人 尽多相貌堂堂 一表非俗的 可是鼻孔里 很少是干净的 刚开始 我觉得张爱玲女士 喜欢多管闲事 别人鼻孔不干净 爱她什么事 直到有一天 我在听演说的时候 发现演说的人 衣冠不整 还常常摸鼻子 我才有了 合章女士 一样的厌恶 很多中年人 家里不缺钱 衣服裤子 都是名牌 但是不够整齐 表情很严肃 甚至用眼镜 瞪住别人 也有人 头发越来越稀疏 或者半个头 是光秃秃的 为了遮盖 丑陋的头顶 使劲把头发 梳到一边 一阵风把头发吹乱了 比披头散发更难看 有一个著名主持人说 如果你来不急化妆 那就努力微笑 自然的表情 比品牌的衣服 更加吸引人 你无法避免 大富贫贫的样子 但是可以自律 让自己的身材 不那么走样 一个人的装扮 不应该是昂贵的 而应该是朴素和干净的 同时 把脸上的阴霾 清扫干净 三 打扫自己的关系 真诚友善 人到中年 关系多半有些乱 他充当了多重角色 同事 同学 合伙人 父亲 儿子 丈夫等 也有一些人 成为了背叛家庭的人 古人说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关系网太复杂了 表面上是朋友 多了路好走 其实是被朋友制约 甚至被人利用 比方说 一个男人每天 都沉迷在 吃吃喝喝的饭局里 浪费了时间 也让家人担心 要是喝完酒之后 还冒险开车回家 就是错上加错 一个人的身边 只有那么多位置 如果被无用的人占据了 那么有用的人 就无法靠近了 把多余的关系 从生命里踢出去 你才会遇到真正的人脉 也会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家人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断提升自己 演员韩雪 为了忙工作 主动减少社交 平时尽量不看朋友圈 少刷微博 有一次 他和一群主持人 一起下班 有人请他吃饭 他拒绝了 理由是 他必须回家 学习英语 在《身临其境》节目中 含雪味海绵宝宝配音 一口流利的英语 令人佩服 成绩 离不开自律 舍去社交 加强学习 人到中年 真正的人脉 是优秀的自己 别知道太晚 四 打扫自己的心灵 人格高尚 有一个词语 叫刷白烟囱 顾名思义 一个外表雪白的烟囱 里面肯定是黑的 瞒不过任何人 这个词语 在古时候 用来形容那些 喜欢陪笑脸 内心很英读的财主 可见 表里如一的品质 对于一个人来说 有多么重要 中年人 在社会上是模范 年轻人会向你学习 家里的孩子 也会依你为骄傲 如果你走了歪路 那就乱了风气 俗话说 莫伸手 伸手必被抓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 假以时日 就被人看到了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常常反省 把内心的外念丢掉 坚持做一个好人 才会睡得踏实 家庭才会安宁 事业也会蒸蒸日上 五 春秋时期 孔子云游到一个叫 匡的地方 被官兵和地方群众 团团围住 孔子的学生 荒成一团 孔子无所畏惧 还大声歌唱 他说 做人前前静静 又没有犯错 怕什么 听天由命就好了 隔一会 官兵主动向孔子认错 他们误以为孔子是做了坏事的养虎 原来 干净 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 人到中年 常常静坐 清理自己的人生过往 把好的留下 把坏的丢弃 清理周边的东西 改变生活的环境 有道是 一百遮百丑 不管你曾经做了什么 都不要计较 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坚持社会道义 遵守法律 未来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 人到中年 油腻没有用 干净才有用 等你我都老了 我就去找你 等住我 好吗 爱上一个人 只要一瞬间 忘掉一个人 却要一辈子 如果注定忘不了你 那么 等你我都老了 我就去找你 等住我 好吗 有人说 拼命不去想一个人 隔一段时间 就真的不想了 于是乎 我拼命让自己忙碌起来 忙得忘记了我自己 可是我还是忘不了你 我活得没心没肺 努力让记忆变成一片空白 但是空白的画面里 依然还有你 分开那魔多年 可是我却越来越想你 我不能让思念一直泛滥 不能来生再去找你 今生 我们再见一面 哪怕只是一起坐下来 聊聊天 都好 此生 能够与你重逢 也就没有遗憾了 爱一个人 就是要让他好好过日子 哪怕自己承受双倍的苦难 都愿意 不是吗 我们都老了 走得很慢 我只是一点一点靠近你 请你耐心等一等 就在某个地方 一直等住我 我们不见不散 好吗 不要让我找不到你 不要让我失望 让我看看你的脸 是不是皱纹深了 是不是目光迟钝了 还是你的脸上 多了一些忧伤 多了一些无奈的表情 也许 脸色都暗淡无光了 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张脸 和我想象的 太不一样了 但是你要明白 你的脸 始终是我心中最美的脸 不管你变老变丑 我都会接受 都会让我想起第一次遇见你的样子 让我看看你的头发 是不是白发苍苍了 曾经那瀑布一样的头发 到哪里去了 其实 白发苍苍的样子 是另一种美 是我无数次梦见过的美 在梦里 我总是会梦见 你变老以后的样子 我能够想象到 岁月留下的痕迹 足以让人改头 换面 甚至都变得认不出来了 让我看看你的手 是不是 还有第一次牵手的温柔 即便已经变得苍老无力 肌肤也松弛了 但依旧是我最喜欢的手 有人说 这辈子 能牵手同行的人 就不要肩并肩 不要只是拉拉手 可是 我们注定是拉拉手 然后放手 等你我都老了 再一次拉拉手 也算是一生牵手吧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会说话 也可以通过眼睛 看清一个人的心 我们四目相望 看看你眼中的我 看看我眼中的你 是不是我们还能够看到 心有灵犀的美好 是不是我们还能洞察到 此生从未忘记的思念 一个人的眼睛 只有在遇到动心的人的那一刻 才会眼前一亮 我想 我们彼此看住对方 眼睛就会变得明亮 从眼睛里 读懂此生所有的经历 读懂一生的沧桑 等你我都老了 重逢的时候 就一起聊一聊 过去的事 说一说 心中的思念 这么多年 是怎么熬过来的 钱没有了 可以去赚 可是心爱的人走远了 却越来越爱 如何去化解 思念的苦 只有一天一天增加 慢慢累积 却怎么也放不下 唯有再见你一面 就真的放下了 此生也就坦然了 正所谓 解灵还虚细灵人 我中了相思的毒 你才是唯一的解药 还记得第一次 见面的场景吗 那是一个下注小雨的午后 你急匆匆地走路 头发都湿了 不得不躲进了屋檐 那一天 真的好巧 我也在你躲雨的屋檐下 我说 嗨 你要去哪 你说 我要赶火车 出门 忘了带伞 就这样 我们聊了十多分钟 直到雨停了 我们才走出屋檐 还记得第一次聊微信吗 你说 真的没想到 在那么狼狈的时候 遇到了你 我说 如果想到了 那就不叫 怦然心动了 就要做相亲了 然后 我们都安静了好一会 隔住荧幕 我都能够感觉到 你心跳加速 当然 我也心跳加速 从此 我们每天都聊微信 聊很久 聊到手机发烫 聊到手机没有了电 还记得第一次牵手吗 其实不算是牵手 只是拉拉手吧 那天 我约你一起吃饭 过马路的时候 车流很大 我拉住你的手过马路 然后又迅速松手 不是我不想和你牵手一生 是我预感到 今生我们注定无缘夫妻 还记得分开的那一天吗 你说 我的梦想在远方 与你无关 我不知道你说的远方 到底是哪里 但我知道 你难言的苦衷 我不问你 我只能祝福你 希望你一生都好 和在乎你的人结婚 过得衣食无忧 我说 祝你好运 话音未落 泪已先流 我们各自转身 互相留下背影 不再回头 因为害怕回头的那一瞬间 泪雨滂沱 等你我都老了 是不是可以真正牵手 然后抛开所有的顾忌 放下人生的烦恼 去乡下建一座小屋 或者在一个偏远的小屋 找两间房子 就这样 我们一起度过余生 哪怕余生很短 只有几年 或者几个月的时间 都没有关系 有人说 瞬间也是永恒 能够一瞬间爱上你 还能够在人生 最后的一瞬间 和你相守 这样的爱情 便是永恒 如果 今生不能朝朝暮暮 那摩思念在心头 每一次思念都是一种 另一种永恒 你知道吗 思念涌上心头的时候 就是心都被你带走了 就是心如刀脚的痛 如此深刻的思念 怎么能够忘记 怎么不能是永恒 如果余生真的不能在一起 那摩我们约定来生 再好好相爱 做最好的夫妻 我在红尘渡口等你 我只是一个人 苦苦等你 直到你来 我才牵住你的手 一起打拼我们的未来 如果 从今生到来生的路上 要喝一碗 孟婆汤 那摩请你喝下去的时候 拼命想我 让关于爱情的记忆 留下来 我也会拼命记住的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在来生的某一天 再一次相遇 说一句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也许 我们的爱情 没有人可以理解 但我们彼此懂得 就足够了 懂你 比爱你更加深刻 因为懂得 所以不离不弃 因为懂得 所以放手了还要爱 今生欲献你 一生都是你 来生还是你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人 时间过得好慢好慢 什么时候 我们才会变老 时间过得好快好快 我要如何 才能停止想你 无情的时间啊 你为时磨让我遇见对的人 却还要失去 我知道 沧海可以变成桑田 但我爱你的心不变 直到心停止了跳动 我会变成桑田 我会变成桑田